记者肖浩文台北报道,优雅蓝色气质,英挺又高直,花宝花蕊同时展现的爱情花,与睡莲,冤尾并列墨内最爱的三种蓝色花卉。 自上个周末开始在那双溪盛开,带起蓝紫色浪漫的拍照打卡热潮,您怎么可以错过呢? 想看爱情花,得来到位在碧山山摇的那双溪自然中心,全区的花木培植是山林植物的缩影,会脱皮呈白色光滑精干的乌皮酒胸,夏季独角仙打架的光蜡树等都是台湾特有的自然生态。 园区植物标示都附有QR Code,手机扫描后便能看到园区对物种的说明简介。 此外自然中心还引进特别的观赏花卉供民众认识,草地上种植三色天使花花海,可极有树无观景台拍出美丽缤纷的景致,园区内全面浸烟,并回收废木材作为环境铺面。 道路旁是香草植物与一盆盆艳丽的爱情花,英亭的花精高度相当适合游客照相留念,之前内双西自然中心种植相当多的台湾原生百百合,却因为病害今年改以爱情花呈现给民众欣赏。 爱情花是来自南非的景观花卉,并崇海少适应力强,在全区不使用农药下相对方便摘植。 爱情花的名字来自其署名,由希腊文的爱情与花朵所构成,外形宛如爱情各种面向,相同的一株有十至三十朵小花,有的盛开,有的刚开,还有的含苞淡放,所以花期相对其他花卉可以拉得很长。 爱情花另外有个名字叫白子莲,一纸一株花能产出上百个种子,花形貌似莲花,有助祥瑞的含义。 这周日就是520了,爱情花格外应景,花期会延续到下个周末,适合带助新上人来享受大自然的浪漫。 内双西自然中心除周三修园外,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对外免费开放,周末会有生态志工为民众讲解生态,平日也可上内双西自然中心网站,报名森林教室等课程,是大人小孩参观花木培育,动植物观察的最佳秘境窝。